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又见面了 上个星期因为打风 有机会怕着会爆风球 所以就延迟了到这个星期才开始 上个星期说请的嘉宾 没变过了 就由那边开始了 Hanky 也是我 是胆来的 接着就阿乐 Hello 重量级 专业评讯完 石仔 180磅 多谢你石仔 为什么要强调自己180磅 重量级 说回石仔 我认识石仔第一个 不是看体育世界 不是看体育节目 是吗 差事不准在这里说 好东西 原来你有做过那些 南主角 有得奖的 得奖 是呀 我听过这个名字的时候 就是我小时候就 原子不书法比赛 不是不是不是 我小时候听香港电台有个叫 城市民歌創作邀请赛 哦 你先说几年 什么年份 1981年 1981年 决赛3月8日 那时候 小弟刚刚学吉他 就很喜欢听文青的 那些文青的 然后就 咦 那两个 那两个 那两个剧组我都有 哦 黑膠碟我现在都有 是吗 是 不过现在不知道去哪里 真的 不知道去哪里 这些我们不能够 好害怕啊 想不到 先听一下 他那时候 说了两年 城市民歌邀请赛 出来的那些人 全部都不得了 就是很多 很多都是很出名的 是 譬如石仔 除了我 石仔出名 然后有些什么 小美 大家认识的 梁美 他那时候就是 舊曲申辞了 他作词的 他都有得奖的 是 还有 林志美 林志美 这些很出名 其实李炳文 我觉得他很出名 因为他唱一首歌 叫作夜的道论上 是 大家不要以为是 劉德华上的 其实是李炳文 李炳文先唱的 第一个版本 他是台湾歌 第一个版本 是谁唱的 我不知道 真的吗 真的 要找出来 放下去 没出过街 我这里有吉他 没出过街 即即 六音室是我进去的 是啊 唱出来之后 有两个字 我过不了夜的关 什么字 PK 歌词第一句 夜到 蘭河 第三个字 到现在我都不懂 蘭河 不懂 是吗 发音不正 发音不到 到现在都是 示范一次 懒音 是 我不行 所以就 所以可能摸一摸地 才会爆 日后 望者方 是吗 日后 日后 那时候的日字 监制 卡龙 是 是 姨汉良 拍一下 日后 拍一下 唱什么 日后 怎么唱 我都不敢开口 到今天 我都不敢开口 是不是 如果不是阿炳在听 我也不怕 什么时候轮到阿炳 阿炳 不是 太熟了 是吧 第二届有李丽蕊 是的 其实很多很出名的人 是参加过这个名字 你猜不到的 我自己猜不到的 搞定了 名字不是说的 是好事 Sony 没有了 签你做作曲 结果呢 结果没有签 结果 我愚蠢 是的 先说一下 你拿的就是 新曲 新池唱 你做作曲的 就是李丙文唱的 是的 是的 阿炳 是的 你想听阿炳的故事 听我的故事 那当然是听你 你听我说阿炳的故事 好吗 都行 哈哈 不是说别人的事 吹水 在香港 七百多万人 我个个都不敢得失 是阿炳我这么得失的 为什么呢 兄弟嘛 我在后行 铁木钉 学校的家私 有个人呢 他高我一届 同一届 同一届毕业的 他经过 你搞什么 他说了一大论 这个小声 这么好听 不懂搞的时候 都知道他是谁 他是教会的人 炳 唱不唱歌 我说你傻的 五音不全唱什么歌 我说我问你唱不唱歌 我问你五音不全关 有什么事 他说有唱就有唱 唱 年初三 上下隔床 躲起上下隔床 我写了十六句 扔给我哥哥作词 喂 你一歌就是石金尼 你跟我写一写 可以不可以 跟着他上去吃晚饭 吃完晚饭 回来 你看看可以不可以 可以就没问题 可以 教唱很容易 但我们什么都没有 有钱的人 Danny仔 那些 要找人订阅室 可以 我们什么都没有 吉他 自己弹 吉他 你去比赛 你都要福福一点 要饱满一点 乐器有齊 加一样东西 加双一木鱼 好吗 嘟嘟嘟嘟嘟 那怎样 我在弹吉他 谁敲 找个职员过来 我 厚头就敲一下 嘟嘟嘟嘟嘟嘟 都不够 加个Tiangle 好不好 叮一声 每一样东西 在歌里面 都代表香港仔 水上居民 的一样东西 例如 嘟嘟嘟嘟嘟嘟嘟 那时候的 网语叫刺网法 把网上去 在船上 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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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嘟嘟嘟嘟嘟 叮一叮 叮一叮 就在教堂中声 神分定息 香港仔呢 那些愚民 也有教堂 一楼子叮一下 一楼子叮一下 很有想法 那就摆了下去 接着去到最后 吹木桐笛 死了 这样 没得搞 自己吹 要吹的 要自己吹 自己吹 唯一一样东西 你找个人来吹木桐笛 他未必会吹 第一句 他未必会吹 是吧 吉他容易一点 不是 木桐笛和吉他 你都要认识 你才有得玩 是吧 双音木鱼和triangle 就没问题 吹头就叮 是吧 那我找个牧师 你和我弹吉他 我就自己吹了木桐笛 学校 学校礼堂 錄了一段 接着听阿炳 阿炳逐句 逐句教 是 是 劇室带的时候 他叫劇室带 丢了香港电台 他听到人家 过来 你是不是石山 咦 有东西 有东西 有得玩 福财 福财 是 福财 没所谓 都可以 再一个电话来 喂 入决赛 3月8日 A4科 还要Live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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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有齐了所有东西 你什么都没有 五个人 八摔三 南西腹 走上去 还要请假去彩牌 3月8日 玩完以后 就这样 直播出来 就是这样 赢了一个贵军 是 十分钟 让大家认识一下石仔的出传 不是在体育上出来的 不是在体育上出来的 不是在音乐上出来的 我只知道他玩音乐人 这个是 音乐兼水尚人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多说一件事 你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前几年我上去港台 做过节目 一个operator 上台去介绍 你也知道港台 控制室 今天他有我们嘉宾 石仔 石仔是你来的 你什么时候认识我 我认识 余中安 我认识 这样都认识三十年了 大家老友不要紧 我们做节目 不用这样插我 但他结果唱给我听 懂唱 我相信 余孙他照变见千代 原来三十多年 现在港台的威力很厉害 我没有太厉害 我没有太厉害 我参赞港台 当然了 当然了 说得最多就是这句话 没有太厉害 好了 经厉一点 慢点 由你 还没说完 其实你应该要做十集的 刚刚我认识石仔的时候 就是音乐节目 就是唱歌 我再遇到石仔 就是在TV 那TV做什么呢 我拿着什么呢 这份东西就很棒 很厉害 08奥运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时候 08奥运有一段时间 在网上很风传一大堆的语录 叫做金句 金句 当年你和丹尼尔 丹尼尔 桂晨 翁金华 他们在明珠台做LIKEN 原来他们一路平述一些体育节目 奥运说平述一些体育节目的时候 一路有很多金句 被网民撕摸了一本 这么厚的毛语录 叫做毛语录 这份东西都很厉害 我还有齐了他们 毛语录的名字 就是他起的 不是我 不是你 不是我 你的PA 我不记得了哪个PA 我不记得了哪个PA 这件事 我第一声 当年我接了这个工作 来做 接完这个工作之后 我发觉 我从早上九点几钟开始说 就说到晚上收台为止 收台是北京奥运 我长期听你的声音 因为我是做英文台 英文台 你是做中文台 对 他就是北京 我长期听你的声音 早上10点 他看不到 他看着我 下天三十几度 但绿金室只有11度 我就穿着这么大衣服 对不对 很冷的 由早上10点 就说到晚上1点钟 最晚那次是1点多 收档 糟了 上午就找一个人强奸我 那个就是丹利尔 或者丹利尔 中间就是王轻贵 夜晚就是翁金华 但我一个人就踩三尺 人家有得轮班 你没有得轮班 那些就是嘉宾主持 你就是正式主持 没办法 所以 就虾眼了 那有一本天书 有500页纸 放在那裡 电话簿这么厚 你又聰明 喂 小子 急流到木舟 三分钟之后 准备 但是你先顶住 我找找材料 找啊 找材料 我起码知道 我急流到木舟 在哪里爬 对不对 阳情湖 又淡水 又 马拉松淡水又糊 大佬 对不对 我这不是阳情湖 又有绝脂子被蟹咬 一路揭 跟着 call机就响了 喂 喂 你们那些吃蝦片声 不要这么大声 行不行 蝦什么片 我在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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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揭 整整一下就出来 这些东西了 不是啊 你揭那本东西的同时 你还要什么 你还要找 讲这句 不是这句 我意思是 你找回那 譬如你有多少人玩 那场读木舟 是啊 你要找那些 是啊 他的PA 但不是research 很老实 大台来的 全世界都在看你 匪翠台 是吗 是喜翠台的 是不是 哪个人看我们那颗 雅色的珍珠 你还要是明珠台 第二星道 是啊 谁不知远 很少中 就是谁不知 为什么这么引起 这个这么大的极大 就是这样才霸出来了 你吹什么 是的 这些就是你猜不到 你猜不到 我猜不到 至少有人听先 有人听先有人集低 是啊 那时候很多人听 二百三十多句 我都不知道他怎么集低 去到第三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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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PA 还好 有空 做完一点多钟 我开车回家 去到家就送我的助手 去红磡 我拿着搭车 我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他坐在我后面 我做司机 我说 你看一下PA 给些什么我 沿着环保大道 他这样开出来 分凌钟 咦 我说 有没有这么笑 分凌钟 咦咦 我笑什么 你要放心开车 你待会先 终于去到红磡 我拍一把车到哪里 我拿着去看 看完之后 我都开不了车回家 我自己都笑到 都开不了回家 我怎么会这么愚蠢 说完这些 这么无厉害的东西 自己说了都不知道 我怎么会知道 是不是 是即时的反应 如果有稿 我就不会读的 是 如果当时那些东西 如果有稿 写给我是这样的话 喂 都没关系 是吧 你自己刚才都说 你一天坐了十几个钟 是 哪里会有测试 嘔触十几个钟 告给你 没错 就会死人 体育那些测试 都不写这个 是啊 他很聪明 他跑上来 哪个赛道 哪个赛道 基本资料 哪个赛道 哪个赛道 哪个巨星跑 第四个赛道 会告诉你 但是 有冷场 为什么呢 我怎么会读 激流独木舟 其实是关我事的 有冷场 因为我那时在北京那边 每晚临收厂 就和那几个鬼佬 就计第二招 计什么出街 对啊 死鬼佬 鬼佬喜欢看另类东西 喜欢看棒球 激流独木舟 还有什么摔割 射击 因为那些是中文台不播 对啊 中文台播什么 排球跳水 拉大路野 足球大路野 那你 那你那比赛过来 我也有东西说 有一场激流独木舟 A比赛完 B十分钟后才来比赛 你都还踢着他给我说 是不是 幸好他说不完 哎呀 这样都被你 硬撑十分钟 喂 Dunshot 对着那激流 你告诉我 怎么说 就像我们当时做高热呼球 对啊 中间一个大歪摄 一个草地 一个天空 那两个人就在 空镜啊 是不是 你告诉我 你怎么说 好苦 真的 螢光莫 左上面有个云 可能因为云 准备 天理报告 或一会有雨 都未定 不过看看云 我是渔民来的 我懂得看 你才是吹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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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定了 十分钟后 不会落雨 落到 云讲完 就讲水 接着讲风 旁边的人插旗 跟着船窝 落个掌 那个船窝 这个船窝 这样来的时候 如果落个掌 用左手落右手 喂 我真的是吹神 兄弟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那个怎么办 但是那时候你的船窝 是Live Picture Live Picture 我都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抵走他 是不是 我现在先不停地说 哦 原来是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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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最忆我的呢 就是尹律荣 美女 四分钟尹律荣 一来到 介绍完 之后 尹律荣要有音乐伴奏 是没有的嘛 是 是 你们听音乐吗 是呀 不用说话了 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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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三分钟之后 我不知道醒 哈哈哈哈 哇 那个导演说 喂 我就是 大哥 一天十三个钟 我不拒也不是人 我也害怕 有一次我讀了一场棒球出街 是一些决赛来的 你知道棒球没有时间限制 是啊 哇我多牙鹤 大哥 快点圆吧快点圆吧 我不知道是有新闻 还是什么东西 快点圆吧 死吧 可以没有尾 没有尾 被人扔 对啊 但是可能他完的新闻 回到来都还在打 是啊 他打到不知道第九 还是第十个演练 你控制不了 是啊 控制不了的 很不错的 是啊 很不错的 是啊 很不错的 是啊 我一开始就进去 就跟碧琪去推育成 碧琪 但是呢 很有趣的 我进去的时候 读完书 本来想着去教书 但没教 有人问 喂 TVB请PA 那我试试吧 寻一封信过去 那人事部见我的 是 人事部见完我之后呢 他就问我 其实你想去哪组呢 我们很多组都在请人 是 我来的当然是 我喜欢跳舞 我当然是体育组 想做一些足球节目 是 其实我现在呢 很感激 人事部那两个大姐 是 尤其是副经理 助理经理之类 是 他跟我说了十分钟 为什么你不要去体育组 是浪费你 浪费你的时间 青春 以及你的热成 接着到最后 我听完他说了 不行 我都很喜欢你 我都是 接着呢 他两个样子 看一看 你要去死 不必你去死 那就进去了 我没有见过监制 上班第一天 那时候我记得 我几天做AA 你还没来 你应该是900 白世界杯之后才来 是 是 去到啦 你进去见一见监制 你坐这位置 进去 监制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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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多关照 哈哈哈 进去 监制跟我说 可以的了 你上边请下来 见都没见过 你就请了 可以的了 出去吧 即是怎样 我不知道什么事啊 完全 你们公司安排 如果我公司在一起 我不会这样 既然都请了 就很想好气 那可能 我还没上班 已经不喜欢我了 是的 你方黄太老 你的样子很英俊 你很英俊 我是一心来做足球节目 以前的年轻很喜欢看球迷世界 坚承 不要这么说 下次找你上来说 大家 嗨 坚承 不好意思 继续 哈哈哈 其实我觉得做这些 Live的节目 在网上 是要跟观众 互动 是的 所以我为什么要做Live 坚持做Live 是的 要互动 让他们说到些东西 说当时是怎样怎样 那 做了大约 不够几个星期 当时我跟碧琪 我跟碧琪 我跟碧琪说 我真的很想做足球 我都是理到 我都是为了做足球 那呢 我不知道他是 帮我 害我了 你自己跟Budget说 那我 我真的 就是 不知道 又去敲门 我真的看见面都黑了 他跟我说 我现在还记得 是 我们这里 是不会有人选择 做的 是 我知道了 什么叫选择做 你知道吗 我只想做什么 反正你又有 有东西在做 是 那算了 都没什么 那后来呢 又真的 我记得 为什么会转去 昨天世界 我跟阿梁 才做昨天世界 阿梁进来了 Hello 那时候是因为卡尔走的 昨天 阿卡尔就转了 另外一个PA 他叫Louis 那时候是跟阿梁 跟阿梁的 我相对很相似的 哈哈 哈哈 那个样子又圓圆 又是这样的眼睛 又是这样的眼睛 说话 又是小声 很慢的 那些头发 又是很软的 不像我这些 很硬的 好似的 他两个的样子 真是一带一细 他就转了去Drama 又移了我过去 那时候应该是 喂呀 阿凤堅诚 问你 有没有在手组见过你 完全没有 你没有见过凤堅诚吗 没有 我97年 97至999年 没有见过 他又说我好熟口面 不是 他问你 有没有在手组见过你 你问凤堅诚 有没有来借带 没有来借带 我一定有来借带 因为那时候我去新闻部借带 都不是我去的 很多时候 因为有很多组 我最记得 我最记得 做900世界杯之前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看球 有一个油赛 是巴西对法国 卡路士射了一个40码 向招型的油赛 900世界杯之前 为什么这么深刻呢 首先就是 那场杯应该是2点9 还是3点钟开球 大约1点钟回去了 坐的士 那时候我还不住在将军岳 就走后面那条路上 那时候是星锁湾 走后面 走后面 接着呢 我坐在那里发猴斗 的士路就在那里少了 摸你街前 现在不是开车 开车到这么晚 二十几三十米 他只有一条路上去 一条路就顶住了 一有双程 的士路就立刻踩 那我看看是谁 你猜是谁呢 是阿叔 阿叔 阿叔 阿叔我跟阿Ben跑 阿Ben跑 阿Ben跑 就是踩一对白饭主 跟阿Ben屎 很远的 开车 做Live 那也算了 你平时做Live 一场球很简单 对对对对对 为何那天这么益 我跟阿碧琪做那场Live 因为第二天 是爬龙洲 所有人都要出去外景 那没有东西 猪头骨的肯定位 我都要肯定了 之前那晚通了 第二天 还要出去外景 我还记得在大埔 我还记得 不过呢 我又见到 因为他们经常找一些港姐去颁奖 我还记得 那年李明慧 和阿乌友诚 现在的老婆那一届 是啊 李明慧真的很漂亮 是 真的很漂亮 但是她是傻傻的 我见过真人 她是TVB 她不认识我 我跟她说 我们要拍她去颁奖 跟着呢 她真的跟着我走 她问你是谁 她问你是谁 也不知道你是谁 也不清楚你是谁 总之你叫她去哪 她就去哪 但她的人真的很漂亮 我还记得那天 不是经常拍摄 不是经常拍访问 站在码头 她有木的码头 外面是爬龙洲的人 上路 我跟阿璧奇两个 很闷 我差点跌到海 真的 哇 如果不是扶着那篮杠 掉了海 哈哈 接着就做世界杯 世界杯最爽的 那时候是法国 她发觉 我们做什么呢 就是做英文台 做英文台就飽了 有一次我留言告诉大家 那时候我们做英文台 你知道 知不知道 Patrick很害怕鬼仔 鬼仔放屁都是香的 那鬼仔 所以她不肯 我们做完之后 再做VO 因为要做highlight 那怎样呢 就只有我坐在那裡 慘了慘了 那为什么要找我呢 当时只有阿洛和我在VT 阿洛不懂英文 哈哈哈哈 你英文好些 你来吧 哇 真是 那时候修厂了 鬼仔录完的TAC 头尾TAC 意思是知道了蔡果 头尾TAC 她就中人了 Bickey说 你搞定 搞定 搞定了 就上去膠带 一条就继续加 加了 加了我想 擅长再多 可能一个多钟左右 嗯 那才可以回家 那时候我住西环 她又在清水湾 回到家 睡两三个钟头 因为呢 他们那时候我还记得的了 她又找了Andreel Zung 做master panel 肥狗嘛 嗯 是的 那 其实呢 一开完会呢 我听到 那时候 我和Bickey Bickey和天梁坐在旁边 两个人都在笑 有什么大事 当然要找外面的人 是会找自己有的 是吧 就是不相信自己有 对啊 不知怎样很有趣 就是不相信自己有 我认识你那些人肯定 就是旁边饭香 嗯 那呢 他们那些人呢 是完全不懂足球的 嗯 包括他们之前要 剪定一些可能 Lit In 那些有很多片的嘛 嗯 那我最近有个友仔 又是跟Andreel Zung 那些拍歌仔 那位友仔 常常在ES里戴太陽眼镜 我常常有个怀疑 你会不会跌倒呢 ES已经这么黑了 你还戴太陽眼镜 你应该会是谁 我不知道是谁 你认识吗 男仔女仔 男仔来的 高高大大 其实挺好样的 不过他就像太陽眼镜 太陽眼镜 你应该知道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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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只问你知不知道 我不是知道的 我应该知道 我应该知道 你应该知道 好像我真的知道 原来你自己也知道 只要我知道 最可憐的是 他们不认识那些球员 又有key name 又要叫我早点回去认球员 即是他们连米路斯 和米客落域都搞得错的 但是他这些就是外援 是的 找着我们来搞 是的 那碧琪就带着道理 我不看球的嘛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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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不玩我事啊 大哥 你问我 我都不认识他的 球员我怎么认识呢 这么多队球队 这么多人 几百个球员 你常常看球的嘛 你喜欢看球的嘛 你去吧 你就帮人认吧 碧咸我认识 可能他也不认识 他可能只认碧咸的 哈哈 早点回去 不過 98世界球是好玩的 整件事 我第一次经历 什么叫打假球 我最记得那年的尼亚尼亚是很厉害的 分组赛 三比二贏西班牙 超厉害的 那年有什么呢 有巴巴基达 巴巴耶路 奥利柱 一堆人全部都很厉害的 入到十六强 对丹麥输 4比1 那时候 这个说这个很散 那时候在厂里 又有人收票 就有一個很出名的藝員收票 全廠都包了, 你跟他對賭 也有自己在VT, 員工就鼓球膽 一人扔10-20元, 鼓中那個大蠟 世界盃一定有的, 我們上面有 當年我就不賭球, 現在當然是賭球 我聽到那個藝員一場球都輸過千萬 因為全世界都買來就贏 他就收了工廠那些, 可能10-20萬 但自己在外面就輸得金 有些人就說, 見到他一路完那場球 一路下去開車停車場, 那塊面就很低 為什麼可以玩這麼大的? 有錢就玩大一點 不是自己的員工, 他收了十多萬這麼厲害 我問人多嘛, 我問你 為什麼我們玩到這麼大的? 是咯, 是咯, 我去玩 你經常說不得罪人嘛 是咯, 大了的了, 知道嗎? 現在沒有的了嗎? 沒有這些東西的了 現在我不知道, 我沒有做很多年 我轉了一行十幾年了 轉了去做網站 所以我也很想多謝一個, 就是 Rayman Look 當時他也是在右線 那我也是在右線 我也是在右線, 大哥瑜介紹 我聽到他 Rayman Look的陸家聖 我不知道他的中文名叫什麼 我只知道他是天良的老公 我現在不知道是否還要做 現在可能還要做 是呀, 瘋子 瘋子 瘋子的還買 那我當時有一段時間做得不開心 他跟我說 你年紀還比較小 當時我二十幾歲 二十七歲已經升導演 做了一兩年左右 覺得沒有任務, 也覺得沒有錢 賺不到錢 你年紀更小, 你不像我 我們已經做了十年以上 你還可以轉行走 離開這個行業 我真的很多謝他 現在看回頭 身邊的很多人 特別是我知道 以前我跟著阿梁那些 說真的 其實TVB當年 我覺得對待員工是不錯的 你想想有十四個月 很久以前 我還沒入行 青水灣年代 還可以的 有十四個月糧 有機市錢 你買樓 上商又會借錢給你 你不知道意識還是很低 那裡有些什麼 不是每個人都做到的 那時候我加上迫奇 我迫奇是說 幸好他有賣身給公司 因為他問公司借錢買樓 那你想想 現在樓價升到這樣 我租了給人 那程樓一定工完 租了給人 然後自己出去 租一個小一點的單位 都 起碼我有生活費 很多東西 或者我賣了 然後我買一間小的 都可以做很不錯的生活 那現在哪一間公司 會這樣做呢 以前是OK的 以前是好的 其實是不錯的 我覺得公司 只不過是說 為何我跟他 我跟他比較熟 經常見面 那我經常說 其實TVB的體育組 是要轉的 你二十年前 二十年之後 我都是收拾回來 然後播個 Sunday Sport 我也是做過體育世界 體育世界也是這樣 星期五晚就錄個VO 然後可能星期六天 就拍過廠片 然後就出街 講來講來講 都是那些東西 其實最簡單的是什麼 你現在這麼多新聞性的東西 收回一些短片回來 放進去J2那些 三十秒也好 一分鐘也好 你拍短故事 三分鐘 兩分鐘 然後你再放上網 你不斷放這些時間 快也要 但是TVB的高層 會有些買色 是這樣的 我覺得這些就是 你部門的主管 第一件事 你要懂 你要這樣想 你要這樣安排人手 然後你有一個很好的提出 跟著就說 我們怎樣可以再賣到廣告 整件事 我給你一個解決 你永遠做事都是這樣的 老闆我要什麼 我要一個解決 你做得很好 現在 沒有一間公司想炒光 真是支持你 你那些人不斷 每一個月我花這麼多錢 但是我又不見日子 過了二十年都是這樣的 真是很慘 那你有什麼辦法 是不是才站在做生意的立場 你看回其實你坐訪那些人 你看到他們很可憐 我們以前 我不知道你們認不認識 黃家亮 他叫做最看我的 家亮最看我的 現在不在 但是他經常跟我們說 我們好像 我們好像 就是怎樣說 千萬不要好像 做事做 好像做井底蛙 那樣 但是其實 你想想 一層現在坐訪那些 其實全部都是井底蛙 我得罪說一句 全部都是井底蛙 對啊 他們躲了 最嚴重 最嚴重就是 他們躲了去之後 然後什麼都不敢搏 他不想出來 因為為什麼 他搏 他為什麼要搏 我沒有必要要搏 我出過卡班 我收市也有20點 嗯 是啊 我為什麼要搏 我搏到 待會 我跌到18點的時候 上面就吵我了 是啊 我給了一個機會 你去做一些新的事情 然後 收市一跌的時候 就說我了 有問題了 但是呢 最慘的是什麼呢 體育組已經去到一個谷底 你體育世界沒有人看的 你迫著要變 那你要想 那一間公司 究竟重視你那個部門 有時候是 我又覺得是這樣 我也同意的 都是的 你不重視那個部門 但是我經常說 別人不重視你 有原因的 就是你這麼多年 你都給不到好的人看 你有心做 你找一群年輕人去談 到底現在的人喜歡什麼 你就做過一些事情 你有心做做得好的 反正我都讓一群人 我都想做得好的 真的 沒有一間公司 會喜歡 炒一大群人的 第一 影響其他人的士氣 我都要賠錢給你 而且它始終是一間 上市公司 會影響那個形象的 是啊 你會影響 你會被人罵 每天都被人罵 更多人被人罵 沒有人做老闆 喜歡派大信封 還要派這麼多大信封 問題就是 我都頂你這群人不信 不如我和你reboot 我相信它是reboot的 是一個過程來的 嗯 它現在就收回一些 就是留得低的 surviver 三兩個 然後我相信 它過了一段時間 它是會reboot的 當有人給了一個solution 他應該體育 今時今日 是怎樣做 怎樣放回上網 怎樣可以賣到廣告 怎樣可以做一個online offline的平衡 很多東西在裡面的 當然啦 體育組本身那些 就是華視人 它真的脫離了社會很久 基本上 就是可能網路也未必會上 你facebook 那些 它都可能按一下按一下 這樣 那可能直至有一天 有人給了一個solution 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我打在網路做生意 我要賺錢 你告訴我 老闆看數 你這群人坐在那裡 我為什麼要養你幾十人 你怎樣幫我賺錢 你給了一個solution 我呢 那你就留下了 我相信就算炒的時候 他都沒有這樣爭取過 也沒有給一個solution 不然我們還有這樣 可以這樣做 我還可以賺錢 至少我賺了一份營屋 那你去報馬仔說 一年收成千萬的 聽說 那些就剩下了 那些就剩下了 問題就是 你做些事情出來 不能發出廣告 是不是 沒有人看 小孩子覺得呢 但一件事 他不能夠最後 我知道 一件事 說做得久 這裡那麼多 你一定做得最久 你覺得 你看了那麼多年 大台體育組的變化 你覺得 你覺得是怎樣呢 就是今時今日 變成這樣 我經常都說 我什麼都沒有的 最基層最底層 我藉著一個機會 一回 進去做 三十年前的事 做一件事 那從那時候開始 我看到的東西 你們看到的東西 不一樣 但是有些東西 我就怪 我問我哥哥 你過不了我 我都怪別人 你覺得是一奇人 有一個節目 告訴你 爬龍舟 這麼簡單的東西 我就來拍龍舟 爬吧 練習 但是我呢 那個龍舟 是一個真人真事 我真的去找資料 找一個很特別的資料 是那個龍舟有關係的 而出隊拍 拍通宵 你有沒有聽到 夜半爬龍舟 夜半爬龍舟 就是夜半爬龍舟 就是 就是出隊為了拍通宵 為什麼拍通宵 原來 夜半爬龍舟 為什麼會夜晚爬呢 這個故事是怎樣的 為什麼會這樣 公司不會理公司 只是報龍舟 是不是 但是我就特地 訂隊 去拍 回來之後 在一個過場裡面 早上有 A場 和B場 之間可能有十分鐘 那我那個 夜半爬龍舟 十分鐘就放進去播 原來呢 這樣說出來之後 龍舟協會就來了 香港政府就來了 喂 寫 有這樣的事嗎 喏 一個很簡單的事 我想完之後 我去做 做完之後 就放了出去之後 那就有回響了 人家就問 喂 原來香港的龍舟是這樣 有這樣的事 是嗎 我的意思就是說 可能公司不理得你這麼多事 中層不理得你這麼多事 那我們做年輕人 如果我們自己想到的事 夠不夠膽去做 第二件事 九幾年的時候 在香港東面海面 下秋季之間 轉流的時候 有一段時間 大白沙 經過 咬死人 隔年隔年 咬死了幾十人 是嗎 是嗎 記得嗎 那次呢 我又讀了一筆 那次自己還沒轉 我記得很清楚 因為我和水上人大家有些聯繫 不如我們試一下 放釣 去釣沙魚 如果那個過程裡面 我們釣到過流魚 釣了一次 就告訴人 有個證明 那次沒有結果 我們有去做的 我將我兩個月的人工 去做那些釣 找那些人幫忙 在西貢 通宵 在西貢對出 塔門那邊 放通宵 通知 萬一有 釣到沙魚 回來就告訴人 是這樣 都是放在節目裡面 不要的 公司不會理你 公司說 你怕你 他會說你傻 你都會說我傻 但是我就說 如果我做好一件事 若然真的可以的話 真的釣到的時候 就做不到 但是做不到 我都付出了兩個月 至少試過 試過 但是我付出兩個月的工 就是說 你問一問 上不做 頂不做 下面那些是否坐在那裡 不做 你覺得也對 是不是 我就試了 是真的 大部分 我看的 特別是留得低的 因為之前 炒了一層 再留得低 隔渣那些 全部都是 input 一個instruction 他就做 停機 他就停 我再input 另一個instruction 縱使那個instruction 他 或者他可能沒有想過 其他人都覺得很荒謬 他都會繼續做 留得低的就是這樣 就是剛才那份 你拿出來給我看 聽話的人 那些 是吧 這份東西 為什麼這麼多 無厘頭二百幾句 是不是 早上十點鐘 去到半夜 一點鐘 那個人 扔下來 就給你一個名單 你想想 我給你 十五個小時 你再說十五個小時 如果什麼都沒有 你再說什麼 是不是 所以就有這些東西出來 當然 喂 你在那裡 曬什麼 是不是 都叫做你 都闖出來 但是我就告訴你 就好像剛才那樣說 喂 他坐在那裡 他都收工 他為什麼要給你這麼多料理 名單他給了你 就行了 按這個時間給了你 就行了 兩分鐘 二百米 量碰他 是啊 是啊 那我就說什麼 這個是一個風氣 如果我自己 不去做十三個小時 我真的坐在那裡十三個小時 可以的 接著收三個表演 可以的 可以 今天沒有我上來和你聊天 是 我的意思是說 總是是這樣做的 應該是 我那時候後面去了友善 今天就是嬌份 不知道你認不認識 Cuber Chan 現在不在 我升導演的時候 他跟我說了第一句說話 就是 你下面的人有問題 就是你有問題 因為你應該給他聰明 你才做他的上司 是不是 所以到今今 我自己搞公司也好 做生意也好 我都會很記得這句說話 就是樓下的人有問題 一定是我有問題 作為一個管理人 我覺得最少要有這樣的想法 就是那個男人 有些可能是土鼻疼 有些可能是沒有你那麼創意 沒有你那麼大膽 那麼願意 扶出去拍一些東西 我同意的 這一點是一個 普遍都是這樣的 和特別是留得低的 真的很聽話 聽話到那條皇戒在這裏 他縮開 那條皇戒來的 踩到很嚴重 我先避開兩步 他那些才會留得低 但是對我來說 我經常都覺得 一個部門有問題 一定是部門的主管有問題 這是肯用的 還有一件事 到現在我都曾經 Hello 蔡康年你好 出來社會做這麼多 或者不同的機構 或者不同的機構 我經常都感受一件事 我都會跟別人說 聰明的君主 他用聰明的人 知人善音 是分軍 才用一些蠢才 用一些傭才 我用傭才 他不會威脅我 但是他想不到一件事 如果我用聰明的人 他們做聰明的事情出來 跟著拿到一個成績 最頂那個人告訴你 是你 你用這幫人用得好 你才有這麼聰明 主管最重要的 不是你做聰明的 是你管理 是你欣賞那個人的優點 將他發揮到最大 那個才是主管的 需要的能力 我由兒童節目 轉去體育節目 在轉的過程裏面 是怎樣呢 暑假的時候 90年 90年世界盃 暑假尾了 要有世界盃 暑假之前 螢童節目組 就轉形式 由 螢童教轉做 較為商業性的 由430 轉做 全身機 那時候 監製就問我 你想見 觀眾來說應該沒有什麼分別的 其實 你不說不說 只有兩個結局 一 就是 你放棄你外面的政績 然後在TVB找一個部門 去了 要不你就放棄所有TVB工作 你兩年的螢童節目主持 蓋斗 不要你了 抹了它 你就回到學校 在學校繼續做事 那時候呢 我決定 試一試 就跟 亨利講 我想來看護室試一下 那他給我試 要什麼試呢 學校我要上班 早上那小時上班 世界盃就晚上十一、二點開球 我下班四、五點 跟校長講 我要立TVB做些事情 那一個月裡面呢 我就進去跟赤君 那時候 Jeżeli聰明 就拆 unmute 去那支球員 了 今晚四對 兩對 A對 B C對 一搭的時候 也是沒有很多難看 沒有電腦 就用部門 撿 Nature 貼了 一大搭 然後 叔叔 阿瑜 去到晚上 結束了一場波 點幾兩點 接著去清水灣搭車回香港仔 第二天上學 上學一下班又去清水灣 如是者 做足一個月 接著兄弟就請我 請完一輪之後 做完一輪之後 不要說薪金 那些 不高的 他請我進房間 你又不英俊 你又不是口齒伶俐 他是一個好人 我相信 他這麼直接跟你說 是啊 真的 我也是覺得是 為什麼我請你呢 一句說話 很警醒 因為你夠毅力 有一個年輕人 如果你沒有決心 他沒有毅力 他做那件事 他看不到你這一個 喂 不作息 為了去做 是不是 而去做那個節目 他那個決心和合作 真的很熱 你有團火在這裡嘛 他現在還有 六百多萬人 為什麼要給你機會坐桌 是不是 是不是 我走之前 一個星期做五個節目 五五二十五 一年二百五十個租 TVB 頭五位 智叔啊 他們那些 個個都二百多個租 是不是 但那時候我沒有租的 但我一個 一年計之後 Average 二百五十個租 就這樣回來 剛才你所說的事情 我明白 是不是 喂 他是這樣 但是 我不想是他這樣的時候 我就要拼命了 我就要去做我的事 我就要去想我的事 是不是 去拍一次世界杯三十天 讀九十個story book 有沒有人現在告訴我 你去拍世界杯三十天 讀九十個story book 飛過去 我想沒有了 是不是 去到見什麼拍什麼 去到見什麼拍什麼 有了 但我們那時候真是讀九十個 還要在香港酒店坐在那裡 第一日 第二日 行不行 這樣好不好 天天都這樣不行 寡 我們轉頭轉頭 提供了一個很優雅的環境 給你去讀的 是 香港酒店 多謝裝神 多謝裝神 鄧善輝 高級導演 這個不怕 不怕 我不要爭他 他帶我去香港酒店讀 我會帶你見識 我會帶你見識 那凡事從好那邊底 自己開心一點 那你沒辦法 你做事就是這樣 是不是 我跟你在這裡 一個小時 好不好 我幾開心 喂 多久 十幾年 這個 十年 零八年 十年你還保持 還有我們的傻子簽名 有傻子簽名的 是嗎 我們覺得沒什麼特別的 保持得不錯 在某些人的眼裡看到 喂 OK 他會保持 我猜不到你保持十年 哈哈 還找得出來 對 沒變 還挺英俊 挺英俊 有人跟我說 不如我們這二百三十幾個故事 出書 每個故事 加插頭出書 有沒有 有人跟我說過 做 二百三十幾個 怎麼說 還有 你什麼 你叫石金華 什麼時候輪到你出書 不是 石金華在我心目中很出名 搞錯 網上很多人認識你 沒錯 你趕緊說 拉劇媽寶 拉劇媽寶 多謝丹尼姨 你看看有沒有機會把他拉上來 不是 他肯不肯 對 他肯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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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現在這個世界都在說這些 鬧 沒有那麼小氣 不知道 又你 你沒有說 我不知道 我沒有做過鬧 我做過我都不知道 哈哈 今天 先看 我們說這些 差不多 已經說了大半小時 差不多十個字了 對 你剛才說 咪前說的那些 開心事 那些都還沒說 什麼都沒說 有多開心 不是 有一樣一定要說的 九六年 九六年這個奧運 特蘭大奧運 李麗珊幫香港拿第一金 是啊 這件事 說不可以的 大家說個趣事給你聽 好 好 洗以共定 做訪問 做訪問 撞到一隻狗 是不是 埋到去之後 我真的不知道訪問什麼 是 李先生 在身邊 那些照片 我過來看你耳朵 喂 導演說你繼續哭就行了 我們踢到你哭就行了 不用說話 沒有什麼可以問 沒有什麼可以問 喂 要看的看完 還有 一年之前已經知道 要take這個job的時候 在那一年裡面 航海我去讀的 旗號我去讀的 風向水流我去讀的 完全在去之前 所有的節目都介紹了 那支帆寫了些什麼 什麼的時段 之前 預先拿到的數據 在幾點鐘 會有什麼風吹來 在哪裡吹來 等等這些 全部都知道了 最重要的就是 觀眾看到他拿到金牌之後 有多開心 對不對 不用說了 開心到哭 你就繼續哭 就是這樣 所以沒有訪問出街 沒有訪問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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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啊 香港方向日報 第二天就 頭條 正版 頭條 然後 頭十五秒 石仔沒有咪 第十五秒沒有 分半鐘 石仔才出去見到咪 但沒有訪問 就是這樣 為什麼呢 說不可以 因為我不懂 因為我不懂 有原因 因為我不懂 買到去 我就覺得可以了 我很不滿意 這個集合 對 很差 觀眾都很不滿意 沒錯 四分鐘完 不可能是這樣的 不可能 不可能 有人跟我說 遲些出本書好不好 有些什麼可以寫 你把這個故事寫出來 是要完整那個 不是現在的 不是現在的 我明白了 在這裡埋關節 但出書 出書 可惜 準備幫我寫那個 現在都L了 那就沒有了 那到底你出不出 自己來 L了 你不用出一半書 你在網上 逐個禮拜 有人幫你七六 對 這本都是人家幫我出錄 難道你自己寫什麼 你逐個禮拜 up的 那又是 沒錯 又是一個經驗 等你們請 對 我們要逐個禮拜 上去 禮拜 上來 對 我沒有錢請 我也說 喝汁水 有廣告 這些 有一樣東西 如果 錢在某些人的眼中 裡面 是這樣的時候 那 我就告訴你 我為什麼要用兩個月的工資去做那件事 是 是 有時候錢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是你幾個比我重就行了 我 應該差不多 可能比你重 哈哈 你有這樣的份量 那我炆著沙尾燈 我也來 是 原來我們不夠份量 所以就不肯說 就要找一些更加有重量的呢 他才肯說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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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楊那些 那些 那真的可以找他 對 老實實 你找他 之前我爆單料給你看 好 還有 爬龍舟 做TAC 可以Overtime 爬龍舟做TAC 在香港 心彎我地頭 是 他說 石仔 我們把這個TAC 好嗎 當然好 誰跟你說呢 當然是阿楊 阿楊師兄 是不是 阿楊大隊 我做Presenter reporter 自己寫了 那隻龍船 我是認識的 一群兄弟來的 在那裡爬 他說 我們take a shot 從海中間爬過來 賣到你 你就說完那個TAC 是不是 好 沒問題 嘩 來囉 第一下 是 爬馬尼 35秒 我就說35秒 是啊 結果我take 你也take了多久 結果我take了17的 那幫兄弟說 喂 爬到手軟了 你再這樣我 我不爬了 我們今天練夠了 大佬 take17的 在海中間爬回來 爬出去 又爬出去 預備 我入手就爬 爬馬尼 CUT 又出了 等一下 為什麽要這樣做 CUT這麽多次 是你背不了稿 還是導演高要求 還是怎樣 我多講一個例子給你 導演的要求 去美國拍世界杯 是 LA 到現在我都不知道 那個楊先生是誰 俄羅斯 下個禮物 俄羅斯 訓練 在LA 我現在都未搞清楚 是一個搞為偏遠的地方 我去那裏做過扒 這裏就是洛杉磯的市郊 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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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想這裏 我馬上就這樣想 正常 是很正常的 CUT CUT 屎什麽膠 我再說 這裏就是洛杉磯的 CUT CUT 這裏就是洛杉磯的 又CUT CUT 喂 那裏是什麽是近郊 市中心 這裏是不是 離開了市區 是 周圍是不是橫山 有樹有山 是 那這裏是不是是郊野來的 都是 再拼 偏離近 偏離市郊 近郊之間 哈哈哈哈 去玩夠你啦 我扔咪 去到那裏 兩分鐘 之後就要Feed 回來了 就為了一個市郊 近郊 軟郊 嘩 我真的 差點 你不要叫我口郊 真的 是不是 你想想 有時候 不是說我厲害 與不厲害 就算我說錯了 你都不知道市郊 那我就明白 那十七次怎麼來 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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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 那幫人 你都可憐了 他爬十七拳 三十四次 真的 一路一回 是啊 你爬出去 是不是 人家三十四次 人家三十四次 真是 我站在那裏 我出色紅 是不是 究竟我講錯什麽 你出色紅 那幫人才這樣 是啊 大佬 他真的 浪來三十四次 大佬 量一下心脫百幾二百下 不停 插起來 那我做什麽呢 但沒有告訴你 為什麽不行 你做導演 你知道吧 你猜你會說原因給我聽嗎 你這個臭小子 還不弄你 那是這樣的 沒有的 我從來都不會這樣做的 我從來都不會這樣做的 阿飛 我從來都不會這樣做的 我從來都不會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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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的 沒有的 真的沒有的 沒有的 不可以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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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過得很快 時間過得很快 就是嘻嘻嘻嘻嘻 是啊 沒什麽說過什麽 每個禮拜都沒什麽說過什麽 是 喂 那怎麽呢 那些故事也收場了 我沒的 留回出書 那是留回出書 那是 對 那是不是找楊先生上來 那找楊先生是你找的 我試下找一等 他又要我四十七次 那死定了 哈哈哈 我不用怕 它駕駛她 我駕駛車送她回家 那個就是楊先生 她坐在後面看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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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我問她為何要在笑我 是不是 喂 世威 是不是 這麽好 你看過馬的 出到去買起錢的嘛 你這樣形容世威沒理由錯嘛 這樣都知道出來的 是不是 問一下楊先生的氣 好啦 我們又把波交給Hanky 看看下個星期 下個星期有沒有繼續再見體育世界 就看看Hanky 大哥 現在那麼多人進來看 現在才那麼多人進來 有嗎?有兄弟進來嗎? 很多啊 我都說看這個世界很厲害 我做了一個網台大概一年 這個主題最高收視 我這幾個星期最好收視 因為我平時有幾個人 十幾十個 最多都是幾百人 那你不要告訴我多少 你只是告訴我多 總之比平時任何一個主題都多 是嗎? 那下星期再來一次 是啊 好嗎? 也要這麼說 最重要找到楊先生 找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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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楊先生來聊一下 他怎樣跟阿星仔 周星馳那些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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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之遠 記得了 他還在廣播的時候 錄影廠打燈的時候 嘩 真是為你的喜趣台珍惜不食魚哥 找到他 真的不得了 他告訴你 那些一線 個個嬉嬉在報警板後面做些什麼 不是 說些不要說 我們只是 不能說的 只是能夠說 他決定嗎? 他自己決定 只是能夠說 他當時是TVB那張職員證的號碼 都厲害了 好厲害 多少號碼 三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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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有一個字 這麼厲害 第一代的了 第一代 真的 天歌同一旗 同一旗 看他以前拍的玉宇陳片 和林阿珍 你已經知道他 什麼歷史幾 是啊 看看能否找到他 靠了Hanky 今晚 嘻嘻嘻 又過了一個小時 好多謝 阿樂 又多謝石仔 最緊要 最緊要你們 繼續支持我小弟這個 比翠堂 希望下個星期又繼續有 看看Hanky 找到什麼 其實體育組 這麼多 這麼多年來 這麼多代人 這麼多代人 其實如果你 這個星期又請一兩個 那星期請一兩個 那星期請一兩個 也有朋友 真的有朋友 是不是 好啊 那就希望 永續體育世界 不如開個節目 開個節目 就是體育世界 開個體育世界 好啦 那今晚就講到這裡 看看下個星期 又請到什麼嘉賓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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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隨台 一個任你說 任你發揮創意的舞台 你想錄音又可以 錄歌又可以 錄片又可以 甚至你直播都可以 我們預備好Panel 有地方給你 如果有興趣的 在Facebook留言給我們 又或者直接打給我們聊聊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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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den我們 再見 再見 nat